大家春节快乐 这个是2021年春节以后的第一个看房视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洛杉矶地区二湾式的三房的小独栋别墅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这次的视频咱们是样板间结合县房的形式,穿插着拍摄 那么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有一栋县房 是一个非常平价的山景房 刚才咱们看了这个房子的外观是有一个全院 这个房子它还有一个后院 像小独栋有前后院的并不多 现在咱们是在样板间的一楼看到的是厨房 整个厨房都是含在里面的 甚至包括冰箱也是含在房子里面的 冰箱的旁边是一个储物间 它这个空间利用的不错 现在咱们去县房里面看一下 这个就是县房 整个房子木地板已经升级过了 咱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院 地面和屋顶的灯在很多开发商那里都是要额外升级的 但是它这个房子全都含在里面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后院 这个作为小独栋来讲的话 能有前后院 这个性价比已经是上了一个台阶了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冰箱也是含在里面的 整个房子是2500尺 三房 2.5个卫生间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加前后院三层的房子 这里是样板间的主卧 一楼是大客厅 二楼是三个卧室 那么三楼就是一个室内的活动室 加一个户外的大阳台 整个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咱们刚才看到样板间它是普通的窗户 咱们看看这个线房的主卧 线房的主卧用了这种大的近似于落地窗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室外的阳光能进来 室内看出去也舒服 这个线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地块之一 咱们从这个窗看出去 可以看到远处的山 整个视野还是很开阔的 而且离对面的房子也比较远 咱们现在上到样板间的三楼的活动室 和室外的阳台 这个房子的亮点之一 我觉得就是这个阳台 还有室内的这个活动室 室内的这个活动室 你可以当一个卧室来用 而且外面的阳台足够大 在这喝个茶聊个天 都是非常舒服的 视频里这个是小区的泳池和会所 这个是样板间的位置 而咱们来看这栋县房 县房的室内和阳台 跟样板间都是一样的面积的 但是县房望出去就是山 当然有景色的这种地块 都是比较少的 这栋呢109.99万起 更多信息和更多高性价比的房源 欢迎单独找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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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